大家好 我是胸腔外科徐伯和醫師 今天很開心大家要觀賞我們的頻道 今天我們要跟大家分享主題就是氣胸 因為之前我們介紹很多關於胸腔腫瘤的治療 很多朋友就來詢問說 有沒有一些大家平常生活中 可能都會遇到一些疾病 所以今天我們就邀請了兩位來賓來跟大家談談我們這個氣胸 今天跟大家邀請到在我左手邊的是第一師 大家好 我是低音哲 我就是台北榮總胸腔外科的研究醫師 專長也是有興趣的領域是肺臟、食道以及中和降手術 如果大家碰到相關的問題歡迎隨時過往 謝謝 那在我右手邊的是劉醫師 哈囉大家好 我是劉嘉醫師 目前是台北榮總胸腔外科的研究醫師 那我們胸腔外科比較常處理的是肺部、食道、綜合腔、肋膜、相關疾病 或者是一些胸腔有關的外傷問題 那如果對這方面有任何疑問 歡迎在下方的留言區留言 低音哲醫師跟劉醫、劉嘉醫師都是我們胸腔外科的新秀 他們兩個都即將完成在胸腔外科的專科醫師訓練 那也都即將成為獨當裡面的組織醫師 那都是我們的劉醫師 那我們胸腔外科平常在處理氣胸的時候 第一線往往都是總醫師或是助威醫師 然後到現場去處理 也就是說他們兩位是最經驗處理氣胸的這個醫師 那我想今天請他們聊聊這個氣胸這個主題呢 實在適合不過的 那第一次先請問一下 在你當那麼多年胸腔外科醫師經驗當中 有沒有你覺得印象比較深刻的氣胸案 在過去的經驗裡面 的確是有碰到一個印象深刻的case 那這是一個老顏腔大概70幾歲 那之前是來學校外科是因為他在 幼上肺的地方有一個小節節 那這次過來去做一個胸腔鏡的手術 那手術過程其實都很順利 那病人第三天就順利出院 安排回診 不過回診的時候就發現說他進診間 剛走完樓梯這樣子好像有一點喘 有點上氣不接下氣的感覺 那就問他回家恢復的情況 那就說好像回去一般都還好 不過回去的隔天第二天發現好像有點胸悶 有點喘 那甚至有時候左邊的胸口 還有點悶痛的感覺 那其實這個症狀 其實跟一般的開玩刀的病人 都還蠻常見的 那當下就覺得說 這個好像應該沒有問題 我還是聽診機確定一下 那不過發現說的確 好像在他描述的這個地方 左胸好像的呼吸音比較小一點點 那開刀的地方還蠻清楚 那兩側血氧的確好像也稍微偏低 一般來講老顏腔可能都偏低 但他的確是大概88到85 還是真的是比較低一些 那當下就安排他去這個帶氧氣啊 然後做人去找X光片 那最後的確是發現鎖在左側的胸口 再開刀另外一側 那出現了一個這個算是還不小範圍的氣胸 那當下就安排了這個放置飲料管 那以及安排住院 那安排後續的這個手術的治療 我覺得剛剛林醫師分享這個案例非常好 他有幾個重點 因為你說這個病人他有這個胸悶嘛對不對 對 他有痛 他有喘 有時候氣胸還是會有咳嗽 所以通常這個氣胸來講都會有些症狀 都病人主觀的症狀 然後他就知道要來救你這樣子 那這個病人其實他比較像是一種 續發性的自發性氣胸 那續發性就是說他本身肺部有一個問題 那像這個病人其實在手術前的地腦斷層檢查 就發現說他雙側其實都有一些不正常的肺部氣泡 所以對於這種續發性的自發性氣胸 我們就要比較積極的去切除這些不正常的區域 然後再做任何沾沾 消除一些可能會累積氣體的空間 預防再次的復發的問題 林醫師剛剛講很重點 常常我們在門診的時候 病人都會問說到底什麼叫原發性 什麼叫續發性 剛剛你有沒有聽到續發性 那大概就是原發性 可能就是我們也不知道什麼原因 他就產生氣胸 那通常當然還是有一些 比如說比較高啊 比較瘦的 比較容易發生之類的 那另外一個族群就是什麼續發性 可能本身的肺就有些問題 肺氣腫啊 撈煙槍啊 這些的 他本來就比較脆弱這樣子 好那聽完 林醫師的分享之後 欸 劉醫師啊 你一定能夠氣球的經驗啊 你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印象深刻的氣球 你就是氣球的話 大部分 就是我們看到的都是比較年輕瘦高的男性為主 然後或是像剛剛丁醫師提到 這種有吸煙食啊 或是一些肺氣腫病食的人 但是 比較特別的是有一次遇到是一位女性 那 她是說在 每一次就是 驚奇的附近就會 有一些呼吸困難啊 甚至是胸痛的症狀 但是 她也不一定會去就診 有的時候好像就這樣子過去 那 這次是比較嚴重 所以 來到我們的醫院 那在急診幫她照了X光之後 發現 有氣胸的情況 不是 範圍其實沒有很大 那她這次就是也是沒有放引流管 那再帶氧氣治療就回家 不過過一陣子之後 她又 又來急診 那這次 一樣也是氣胸的情況 那這次就 情況就比較嚴重 那就是氣胸的範圍比較大 那些樣也 掉的比較低 那這次我們就 幫她 放置一個引流管做治療 那我覺得這個比較特別的就是 呃 就是有些人她氣胸可能會跟 月經的週期有關 跟我們平常常見的自發性氣胸啊 或是一些呃 有創傷時 例如說有撞到啊 或是有一些呃 做一些針 針扎入體內 例如說 沾酒啊等等的 情況造成的 創生外傷性的氣胸就比較不太一樣 嗯 我覺得 劉醫師非常多的案例 也非常有趣耶 因為的確我們通常在 比如說急診室啊 或者會來急診的時候 也有症狀 然後照了X光發現有氣胸 常常都是 瘦高的年輕男性 對不對 瘦高年輕男性 特別容易 我們所謂的自發性的氣胸 那有時候我們看到 像劉醫師說 這個女性 原因在他背後 那剛才劉醫師提到 這個跟經濟相關的一個氣胸 這也在胸腔外科 這個氣胸的分類當中 是一個很特別的一類 就是經濟相關的氣胸 綜合兩句醫師呢 我們可以知道說 氣胸的治療方式 剛才劉醫師有提到 可以帶氧氣嘛 可以放引流管 那也可以手術 那 丁醫師剛才分享的那個案例 也是有手術嘛對不對 是 所以我們知道大部分的氣胸 其實一開始我們先帶氧氣 或是先放引流管 這些比較保守的治療方式 但是大家會好奇會問 那什麼時候 氣胸什麼時候需要手術啊 對於說氣胸什麼時候要手術呢 可能還是要探究他造成氣胸的原因 那對於我們一般比較常見的 這種高瘦的年輕男性 他比較像是歸類在 原發型的自發型氣胸 那對於這群病人呢 通常來急診的時候來門診 都是第一次發作 那如果說他的這個症狀沒有到很明顯 那我們照X光片看起來這個範圍 也沒有到很大 那這時候還有一些觀察的空間 那如果說他已經是 第二次發生了 那將來要再復發 如果說不做處理的話 將來要再發生的 再復發的機率 就大幅的提升 所以這時候我們會比較積極的建議 手術的治療 所以復發率的高低 是我們考慮要不要手術很大的因素 那如果提到氣胸要手術的話 請問一下劉醫師 氣胸要手術要怎麼手術啊 他跟我們一般胸胸的手術 有什麼樣子的意圖 那就是氣胸的手術的話 現在大部分 都還是會以胸腔進行的方式 微創的方式進行為主 那通常就是氣胸就是 肺部可能有一個破孔 那導致我們吸進去的空氣 從肺部的破孔露出來 那因為胸腔的體積是固定的 當這個空氣露到肺的外面 胸腔的裡面這個空間的時候 就會導致我們呼吸的時候 肺沒有辦法好好的擴張 所以我們在氣胸的手術 最重要的就是 如果說肺有這個破孔的話 我們要換個破孔做一個修補 再來就是當氣胸發生的時候 因為會有一個肺部塌陷的情況 我們就會進行一個叫做 肋膜沾黏的手術 那就是讓肺部跟胸腔的內壁 可以做一個黏合 那這樣子萬一即使是再次發生 肺部破孔的情況 肺部的外面已經跟胸腔的裡面 已經沾黏在一起了 也不容易造成大範圍的肺部塌陷 就不容易造成氣胸相關的喘啊 呼吸困難的症狀 那這個黏合的方式有很多 那像一般手術的話 可以用摩擦熱膜的方式 來做黏合 那當然也有人使用藥物啊 等等的方式 一些療皮內科的方式 通引流管注射藥物等等的方式 讓肺外面的熱膜 還有胸腔內壁 可以黏合在一起 剛剛提到說 氣胸的原因有很多 包含剛剛丁醫師說 有些肺氣腫瘤 或是肺部有一些泡泡 那我們在手術的時候 如果看到這些明顯的氣泡 也會把它做切除 那如果是像剛剛提到 這個月經形的氣胸 有些人他可能在橫格上啊 會看到一些缺陷 或是一些 可能造成氣胸的原因 那我們也會 就這個方面進行修補 跟一些處理 的確我們氣胸手術呢 大概就是有兩大原則 一個就是要把肺部上面的一些 我們講比較缺點 或是比較脆弱的部位呢 或是說不在場的肺部 做一個修補 那另外一個人 就是做一個熱膜沾黏術 讓我們的肺呢 跟這個胸腋才能沾黏 那減少日後 產生肺塌性的可能性 那大致上就是 這兩個原則啦 以前我們在做這個 氣胸手術的時候 都是要做一個開胸手術 那做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 這個傷害非常的大 不過已經這幾年來呢 全部幾乎都是用這個 類似精 或是說我們所謂的 微創手術來完成 比如說病人在 接受這樣微創手術之後 大概很快的復原 那今天呢 就是我們 跟大家介紹這個氣胸 那相關的一些 醫療的嘗試 那我們的定醫師 跟我們的劉醫師呢 在不久將來 都會成為獨當裡面的 阻止醫師 如果大家對胸腔呢 有相關的問題 不論是胸腔的腫瘤啦 或是胸腔的兩性疾病 甚至說氣胸的問題呢 都可以到他們的門診做資訊 那今天影片呢 非常開心大家的收看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 謝謝 謝謝